好 再来一次 玄天归工时 所有牙齿环和无缺 所以牙齿有缺事是否看平时练习休息有关系 未免太出相了吧 当然我们养生 我们这个在环城 这个养生有道 就是对自己 虽然身体是假的 可是我们也去照顾它 使它能够让我们好好运用 不会一直出问题 老街人他一直对养生也是蛮注重 也经过小时候 也经过比较困苦的生活 所以体悟都会比较深 然后也努力在打拳 所以老街人有教在台中 有开一个博士馆 在教人打拳 然后教三才练剑 都对生活方面 身体方面都是很自重去使自己的身体能够健康 因为有健康的身体 我们失守的念头才会比较健全 才会也比较宽广 那只要说我们身体时常都有病痛的话 它会影响到我们 那个考虑问题的那个周全度 就不会呢 就是顾忌到很圆满的那个状态 所以我们了解说 这个视线在凡尘 你想说佛视线在凡尘 到现在我们都还在争那个牙 那个真羊 可以共享 那个又是另外一个角度 那我们了解说 现在在我们来讲 重点都是在明心见切 那心性也就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 没有离开 所以一定要回光返照 注重来追求自己本身的那个信心 这个才是重点 那个另外的 能够留下给凡人怎么样的 那个又是另外一个角度 那个不在我们现在推广的范围